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JS全站开发的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一刻我们开始做这个问答系统里面的 就是基于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问答系统里面的后台功能 那么今天需要完成的功能是这个用户的同步功能 那么这是一个实际电话演示的一届课程 那么包含的两个步骤 第一个是做简单的用户同步 那么使用Mongoose 然后Mongo把用户还有这个发动过来的请求 把用户信息同步到这个数据库里面 那么接下来是做一些流程上的改进 那么会介绍这个官方的文档 你怎么在合适的时候做这个用户的同步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际演示的阶段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我们的ECS运主机上 那么切到我们的项目录下面 然后直接执行Go 把我们的服务进程启动起来 然后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那么可以确认我们的服务进程是正常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APP Controller WeChat 那我们打开这个中间键 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是在这个POST POST接口里面做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打开我们的UserModel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要写一个中间键 Function HandleUserSync 那么Express中间键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式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首先要判断F 就是我们根据什么参数来同步这个数据呢 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给我们的这个Sever发送一条信息 打开这个微信里面的测试号 然后发送一条hello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里面把这个我们的微信发过来的消息 以及我们这个请求的query stream里面的参数都打出来了 那么这里面不是应该有to username和from username 那么这个from username这个还有下面这个 就是上面这一部分的参数是 微信的发过来的XML里面的参数 然后下面这一部分参数呢 是这个query stream里面的参数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 把中间键接在这个handleWeChat的request之前 那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这个query stream里面的这个openID参数 那么这个openID参数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跟这个微信里面的from username参数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呢在我们的usermodel里面我们有一个openID的字段 那么这个字段呢就标识当前的用户是谁 那这样下来的话我们的代码就比较好写了 那么在写这个代码之前呢我们需要看一下mongoose相关的代码该如何去编写 这有一个home那么这里面呢它使用了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简单例子 叫就使用mongoose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article直接换掉 换成user好那么在这呢就如果request query.openID 那么就return next就是说没有openID的话那我们什么都不做 那么这个中间键就直接就跳过了 那我们把这个中间键直接放在这 然后呢把openID取出来 然后user.find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个openID作为参数 然后去查询去那个user那个表里面去查询 那么这个user.find1这个方法呢是mongoose提供给我们的 那么这里面如果查询的时候发生错误 那我们就return nextError 然后接下来呢require.user等于user 然后next 然后next 然后否则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用户 constate.find1 constate.newuser等于new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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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的openID呢就是直接是这个openID 那么它这个createdadd等于newdate 就是订物购入 然后conversation count 然后conversation count 默认之是0 好 那么我们先是new一个实力 然后newuser.sale 然后instance 这里我们直接叫U得了 if ever 那么如果报错了 那么retainnext 这有一个比喻 那么这里面我们把这个error打起来 concel.law 就是对于所有的错误处理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app 在我们的config express.js 这里面有一条 那么在开发环境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错误处理的中间键 那我们在这里面需要把所有的错误打出来 error 好 那我们在这个是处理用户同步的一个中间键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逻辑 就比较简单 就是它是先判的request.query 就是query参数里面有没有openID 如果没有openID的话 那么这个中间键就什么事情都不做 那么接下来是根据这个openID去优点表里面去查找 有没有对应的用户 那么如果有用户 那么把这个用户直接放在这个request的对象上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尝试去创建一个新的用户 并且把这个用户保存到数据谱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新创建的用户放在这个request对象上面 然后呢就掉下一步 那么我们在这打一些对应的消息 console.log create new user 好 那么接下来 因为这里做的操作很简单 我就不不录就不录制这个手机屏幕了 那么直接在这个接口测试账号上再发送一条hello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个中间键它创建了一条new user 那么我们怎么验证这个用户是否创建成功呢 我们直接mongo 然后show data bases 然后use 然后show collections 这里面肯定有应该有一张user表 那么db.users 叫find 那么加上pretty 好 那么我们这个用户呢 已经创建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测试一个逻辑就是 我们再发送一条 那么确保它不会重复的创建这个用户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中间键的处理逻辑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中间键的处理逻辑呢 那么目前已经基本正确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把mongo推出来 我们看一下当前所改动的代码 那我们所加的代码呢 其实就这个十来行 那么然后在这个post conversation这个路由上面把这个中间键插进去 那么这个逻辑呢 那么这个逻辑呢 刚才已经跟大家描述到很清楚了 这里就不再追溯 那么 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在实际的这个就是微信 微信给我们这个就是用户关注和取消我们的账号的时候 微信是会给我们推送会给我们推送消息 那么对我们刚才这个代码就是相当于对每次请求 那么他都要去数据库里面去查询 然后创建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创建的过程呢 可以做在这个微信就是用户关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时候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微信给我们推送的这个 啊 推送的这个事件呢 包括这个就是当用户 以前没关注过微信公众账号 然后他关注了 那么微信给我们推送过的消息呢 就是这样的 那么to user from user 然后 这有一个message type就等于event 那么event呢 就是等于subscribe 那么推送这样一条消息 那么如果 就如果这个用户啊 是取消关注了 那应该就是unsubscribe 那么这个就是如果是做这样的逻辑改进 我们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需要在handle wechat request里面 那么这里面只是简单演示一下我们实际的逻辑 就还是把它写在这个一个统一通线键里面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判断 如果message.message.type 等于event and message.content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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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叫 Const New User User Const New User 那么open OpenID required query 叫openID 然后呢其他的参数像什么created add 那么就直接是new data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0 那我们就这样创建了一个新的用户 那么实际上呢这段逻辑 你可以放在handle wechat request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放在这个handle user sync 那么在这里面其实这个 微信的这个message 你已经可以用了 这个还不能用 因为handle wechat request 它是wechat的这个sdk 是那个中间键 只有在这里面的这个request 才能用到这个微信message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当然就是如果你要在这做的话 那么你整个这个中间键 后续的操作 需要等这个new 需要等这个new user.seal 就是保存完了 需要包在他的回调里面 那么你后续的所有操作都要包在这个回调 包在这个 就是后续比如说reply 需要包在这个回调里面 那么才行 那么当然 这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提供一种思路 就是让你的代码组织起来更 嗯 就更符合这个流程 那么实际上呢 下面这个写法呢 实际上是更健壮的 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请求过来 他都 就是去自动的去数据库里面 读这个user 那么如果没有他就创建一个 然后把这个user呢 负到这个request对象上面 那么 这个用户同步的逻辑呢 就到 就到这里 那我们把代码提交一下 好 那么 最后呢 再就是最后呢 再多说几句话 那么其实实际上呢 这个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微信官方的文档 那么这里面有用户管理 那么这里面 会有很复杂很复杂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么获取用户的基本信息这些 那么这个根据实际的这个应用的需求 而定 那么在我们这个应用里面 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唯一的标识 就跟这个微信的服务器打通 那么只需要唯一的标识 知道这个当前这个用户的一个编号 所以就是没有跟大家演示怎么去获取 这个用户更复杂的信息 那么这个 会作为本门课程的扩展内容 不会有实际的代码演示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那么下几课